可观赏到山海城景观的基隆塔 掀起旅游热潮 走过基隆塔天空步道 来到这间空书屋 在书屋策展人发挥专长下 将许多采集自基隆野外的植物 与书香巧妙融合 打造了这间台湾唯一的 在地原生种植物最多的书屋 那在这个空间里头 我们也是全台湾最多 台湾原生种植物的一个独立书店 我们的生态园区是 台湾很多的原生种植物 会集结在这里 然后有近一半的植物 是我们去基隆的西口 还有山上 野采 那野采的植物当然很不好训养 所以其实我们是经过野采 然后让它在我们后面那个空间训化 就是它已经适应了平地的生活 因为山上跟平地又不一样 湿度也不一样 适应了之后再慢慢把它陆续移到里面 然后变成一个生态园区 所以你现在看到 其实你看到现在的植物看起来长得很好 我们其实它下面就有一个排水系统 然后我们定时自动浇灌 它就已经生成了一个生态园区了 那我们希望所有来这里的读者 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心灵的瓶颈 和休憩的地方 空书屋呢这个字是山再加一个空 就是山上的空间 我们希望让读者找到属于心灵休憩的空间 所以五大面向选书 心灵文学 庙语文学 海洋环保 还有风味走毒 墙上的书架呈现高低起伏 以海浪不同的高度作为灵感设计 除了陈列许多在地人文书籍之外 书屋里的柜台 桌椅 木制品 团队也费尽心思 以基隆航运用的木栈板来设计打造 这里的每一个书架 每一个柜台 都是我们自己拿钉枪钉出来的 对 就是因为一般木工也不会 这么有心帮我们去研究结构这件事 然后这就是航运啊 货运的那个棧板 对然后把钉子去掉之后 就变成这些木材来做使用 我们的桌子还有我们的柜台 我们的椅子都是用棧板木做的 这个独立书店目前的营运方式 周一到周四采预约包厂 周五到周日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时间 有提供烧卖等真实的特色餐点 可供选择 民众不用担心肚子饿 而针对预约包厂的客群 则是另外设计餐点饮品 满足视觉与味蕾的饗宴 甜不辣的话 我用甜不辣来取代 所谓的玉米片的部分 可是稍微等一下形状可以看得到 有点雷同 那甜不辣我是选用 有牛蒡风味的 因为牛蒡带有一点点木质的那种香气在 所以搭配的姜汁番茄的话 两个可以互相做呼应 那第二道餐点的话 是用台湾传统的红薰米糕 然后跟基隆夜市有一家蟹肉羹跟米糕 也可以互相做呼应 那我们把蟹肉铺在 我所谓的微米糕上面 为什么说是微米糕 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台湾的米 而不是用糯米 就是我们一般吃的白饭 把它制造出来有点像糯米的口感 它的米饭感觉还蛮Q弹的 然后蟹肉 蟹肉放上去也还蛮香的这样子 然后要跟大家 特别分享一下 这一道我刚以为是红肠 然后就它喝起来之后 它是这个川贝琵琶糕的味道 很特别的一个限定的饮品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台湾沿岸的港口 要有背山面海这样的特殊地理结构 说穿了只有北部基隆这个海岸线市才有这样的景观 而且你走到全世界 我在苏格兰有看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背山面海的一个地理景观 其他也很少城市会是这样子 有山有海 所以我觉得基隆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际港口 透过基隆塔的串联 让来到空书屋的民众能在这个放松的环境里走读基隆 体验这份纯粹与美好 深刻来感受基隆山海城的独特魅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